国防资源跟军事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继续用一些对称的传统的方法来去保卫自己 可能不行 我自己看全国的态度 军方的态度 然后美国的态度 我都看不出我们有多少的信心 我们还能够用这种传统的方法 来捍卫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这些危险 我们唯一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之下 能够去做的大概就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利 台湾要生存 你说你不走这个不对称战利 你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方法 让你给你一丝丝的这些希望 所以你无限制的把这个 网路作战的这个能力去扩大 然后又无限制的 没有方向的去扩军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面 再审慎一下 大家好 这个感谢大家今天来工厂 我延续我们董事长讲的这个 我跟黄董事长的燕源他刚刚讲 大概比较 接触比较深的大概他写这本 台湾国防变革的时候他有一些技术上的自爱 那我也帮他去解决 后来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络 后来他募款 然后办了这个台北真经学院 努力于这个教育的事情 他有来找我 有来谈过 可能我觉得大概那个时候意思是 一开始是意思是说 可能了我再猜了 董事长意思他看看 我有没有可能在那个台北真经学院 间个课之类的 那我跟他讲我可能没办法 虽然我在那个政大的那个亚太 亚太那个外国那个学生 那个博士班有在上课 可是我知道当老师没那么简单 很辛苦 后来我们就谈谈 他就讲到这个 他延续他这一辈子对国防的这个投入 问我说 有没有可能这个 帮他再延续一下 做一些这些国防事务评估的事情 我在想说这是好事情 好那我就帮他找着人 什么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对台湾的国防有 有点帮助 那最后我们就 除了上一次那个 发表了一个台湾评估的那个 台湾超演评估的报告以外 这次我们就发表一个2022年到2023年的 国防的评估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 把这个国防评估就是 看看从我们不同的观点里面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看看希望给国防部 给政府一些做一些参考 那我们重点聚焦在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防卫战略 第一个我们台湾的防卫战略 我们把我们现在当前看到的问题 点出来 我自己从在意到退意到现在 其实各位都是军事专家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们各位也都是军事专家 跑记者这么久 你到底能够 你们能够说出台湾到底的防卫战略是什么 不管从官方的文件或者 你可能你也讲不出个头绪了 那有的时候你到军队说 短卫战略是机密啊 对不对 这怎么能讲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观念的误差把它提出来 像 讲军事战略好了 这个 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 每四年它都会更新一次 也会公布一些公开版本 军事战略甚至于每两年 它都会更新一次 当然它有这个公开版本 跟这个机密的版本 所以你说这个战略 战略如果是机密的话 那国防就会变成一个黑盒子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战略的话 你如何来继续发展你的兵力整件 武器采购 这个作战的计划 对不对 固定的训练 准则的发展 这些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一个根本上的东西 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防的这个架构上 能够建立 让全国国民也都知道 现在国防的一个一个走向 所以我们就提出这种目标方法手段 要让大家知道 你除了朗朗上口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有效贺阻防卫固守 还是这个重臣贺阻 防卫固守 你除了这些口号以外 你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些方法跟手段 来完成达到你这些想要达到的东西 那第二个我们提出来一个就是 讨论一下不对称战力的问题 不对称战力的东西 考量到说现在两岸的这个 国防资源跟军事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继续用一些对称的 传统的方法来去保卫自己 可能不行 我们上次在那个96年 在那个上次写的那个八月军演 比较一下96年台海危机 因为96年台海危机 我就是说是当一个舰长 我那时候感觉我们有没有能力保卫台湾 跟现在这个八月四月 那种感觉就相差很大了 96年的时候我信心满满 可是我现在我自己看 然后我自己看全国的态度 军方的态度 然后美国的态度 我都看不出我们有多少的信心 我们还能够用这种传统的方法 来捍卫这个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这些威胁 那大概我们唯一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之下 能够去做的大概就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力 那当然不对称战力那很多 我从这个2017年到2019年担任参谋总长期间 我就全力在推动这个不对称战力 当然期间其中的曲曲折折 各位大概也都清楚嘛 但是你说台湾要生存 你说你不走这个不对称战力 你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方法 让你给你一丝丝的这些希望 但是我们现在的不对称的战力 问题是大家连在观念也不太意识 光连定义也不太意识 我们现在看了官方文件 也只是一些文字的叙述 你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力 那是看不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台湾的胜算 主要的目的是把你这些笼统 大家都说不定这些文字 我希望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变成实际的战力 产生一个嚇阻的能力 让中共不敢以武力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那个问题 所以不对称战力 当然是我们这次我们的评估报告 我们再给它一些重点的 那我们接着写一个篇章是有关联合战力 联合战力其实一个是一个蛮专业的 一般来说你没有在军队里面实际 整个这个联合作战的系统里面服务过 其实你可能会物理看花 但是你说这个现代的这个战争 这个联合战力如果你不去把它变为重点 你都会不实在 其实像这种 我在这个台湾的圣战里面提出这个 击杀链的观念 Kill Chan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这个C4ISR 我们常常要讲说要源头打击 要什么什么 那你没有那个建立这种C4ISR 还有目标误获的能力 你发展这些飞弹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你也锁定不了它 攻击它你也不知道达到没有 达到以后你也没有办法评估说 需不需要再打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联合战力里面这些C4ISR的一环 我们写的比较有很多东西比较深入你们可以做这个参考 然后一个就是 再来一个就是网路作战的问题 网路作战的问题 我们是比较坦诚的 去把我们这个网路作战的问题 台湾的网路作战问题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讨 然后一个建议 现在大家都把那个网路作战 我们自己看是有点偏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网路作战哪无所不行 好像要瘫痪你这个 瘫痪你那个 一下让你全国没电 一下让你全部高铁不能动 讲的跟真的一样 但你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有多少战争 有多少勒索软体的这些网路作战 有哪几个真正把人家瘫痪得了 所以你无限制的把这个网路作战的这个能力 去扩大 然后又无限制的没有方向的去扩军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面 再审慎一下 如果你去想想看 你养了上千的这些网路作战的人才 但你真觉得瘫痪一个 瘫痪一个重要系统 你需要上千人的网路高手去瘫痪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种植不重量 另外你怎么样能够保护你自己的网路的存活的能力 我是中共如果说我一开战 我势力把你台湾所有的网路的这个沟通的能力 势力要瘫痪掉 你如果连网路的运作的基本的 这些这个基础结构都没有 你如何去继行网路作战 你都已经没有媒介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重新把那个网路作战重新再评估一下 其实网路作战到底是什么 它基本上应该归类在哪些东西 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能力 跟一般的网路作战的这个认知可能都不太一样 一般老爷爷就像说 我成立一个网军 我这样过去我就可以把你伤害整个瘫痪了 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对不对 但事实上网路作战的世界是什么呢 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光自己写 我们也是 也有去 请这些网路高手 经过一些 长时间的 这个 这个 酝酿才出来 我们也把 当前我们自己 在网路作战整备的困境 跟建议 我们也 我们也 这个 提供给国防部跟政府来做这个参考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 把他 把他 做深入的研究 接下来一个就是 我们也针对这个我们的后备战力 我们的后备战力 做了一些琢磨 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非常大刀阔斧的这些建议 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点出来 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的这个后备军人管制 大概有两百万人 八年之内的这些管制大概也有七八十万人 可是我们面临的窘境是 我们也没那么多人力 没那么多装备 没那么多武器 也没那么多训练的资源给他们 所以就变成一个账面的东西 那我们虽然经过后备改革 后备改革了 可是我们的大概 大概你怎么弄 就是一年大概训练不了十几万 你再怎么训练 你那两百万人对你来说 其实 不太有用 那这是一个很复杂难解的问题 很复杂的难解 我在书里面提出另外的解放 在这我们的评估报告 我并没有 我们也不想造成别人误会 说想要我们要干 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大家媒体看看以后 也去了解 这个后备的改革 我们想要这个长后合一 把后备部队训练的跟长备部队一样 这个方向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做得到 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做到 我们一直这样子做 到最后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检讨 最后一个就是国防自主的问题 自主我们也做了一些琢磨 国防自主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景 但是我们探讨的是 在实物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自己不把目标先定清楚 我们自主要自主些什么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自主到 能够达到的这个程度是什么 如果我们都不去思考 我们只知道国防要自主 我们要国机国造 我们要国舰国造 问题是造那么多机造那么多箭 是不是我们战略 保卫我们自己所需要的 那我们造的东西又是 又是什么样的 党次的东西 更加先进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自己 在自我辩证比清一点 那我们当然我们写的很细了 包括习记的这些奖励 这个这个国防的这个 这些条例啊 其实跟以前我们这些 原来以前的东西 也是类似国防的这种 四言自修啊 就是说鼓励你去研发 跟自制跟修复啊 这条例其实原来的东西也都有啊 那我们后来我们这次方向 到底对不对 我们也做了一些全班性的这个叙述 那这个东西整个评估报告 可能有六七万字吧 六万多 六万多字 六万多字我们花了不少精神 要大家说很努力的去读 也不太可能啦 但我希望就是说 各位能够能够 从中间如果挑出一些重点来啊 帮我们报道一下 让国防部政府能够听到看到啊 然后如果有打动他们一点心意 愿意朝这个方向 愿意去多想想试试看 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防卫战力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我们就是我们基金会啊 以这个完全自由的这个资源啊 能够为国家社会啊 我们的国防尽到的一点点小小的责任 这一点是要请大家多多帮忙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还是我的报告到先到这里